4月3日16时至4日16时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0例 其中确诊病例9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当前首都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呈现境外输入 境外输入多点散发 伴有聚集性疫情 北京新发生的三个传播链条 进一步说明境外输入 境外输入是北京最大防控风险